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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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震而心醉 春之日不可多见 可谁能不叹服这春之力 谁又敢低估这春之力呢 今天并不是周末 但是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家庭 大家都在这出游散心野催 那么这个地方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咱们的南昌建主题公园 那今天来到这除了可以在这欣赏到美景之外呢 我还要教大家如何把精彩的画面留下来 现在每到周末特别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呢 大家特别流行野催 那么野催的时候呢就会带上好吃的好玩的 以及和家人在一起快乐的心情 那我们应该把这份珍贵记录下来 那么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如何好好的保存这份高质量的野催记忆 出来野催呢心情一定是美美的 那我们肯定要把这份美好留住 可以准备一束漂亮的鲜花 让我们整个场景更加的丰富多彩 看我今天准备的这束花呢 这个颜色是非常的特别 它的名字叫做欢乐颂 是玫瑰的一种 那这边我还搭配了看黄色的玉京香 以及非常可爱的这个小雏菊 搭配在一起非常有春天的气息 拿出本子记录好干货 如何用手机拍出美美的照片 可以用花当作前景 人在远处但依旧是主角 脸部侧面转向天空 利用身边一切道具 趴在地上看书 虚化所有景物 抱住鲜花躺下 从正上方拍照 春天是野餐的最佳季节 小伙伴们可以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出门采购零食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来一场野餐局啦 不过都已经野餐了 怎么能不发个朋友圈呢 这里小编给大家准备了 清新俏皮不烂大街的 发朋友圈说说的文案 一起来看看吧 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 颜值和美味都在线的一天 约上三五好友 在平淡里寻找一些小美好 天空很蓝 太阳很暖 有一点小幸福 想要分享给你 今天有四倍的快乐 周末可乐野餐和你 主持人物 多看迷雾 直击真相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国产大飞机 剁去演示 真诚挥剑 脱拨助澜 实力带货 买买买 将下一套全媒体直播平台 主播记者随时响应 大屏小屏即时互动 最快 最新 最潮 随时随地看见江西 二直播 天天播 二直播 一直播 一瓶就够六啦 金融六种坚果 三岁号品质的三七 通过都市原选产地直销的模式 不经过任何中间商环节 直接卖给消费者 让广大的三七用户 花最少的钱 吃到我们正宗的文山好三七 买正宗好三七 就来都市严选 原产地之贡 品质好 价格低 优积三七 低至美金99元起 一金装封肠直销枇杷命 仅需9块9 南昌 九江 福州 景德镇 平乡 等十地市都市严选有兽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地宝当家 由厨房不跑烟的 帅风电器冠名播出 军手之间厨房 无言帅风气成造 就是这么健康 广告资料 欢迎回到一载况 帅风电器冠名播出 这个地宝当家 大家好 我是阿兹 所以高练呢 开始我们给一个联合训练 技术还真是很好玩的 有感旦有不累 而且还记得了多那个作用 不晓得高练 今年又开始 漏洋的技术到 在前几期节目当中 我们见识了几台神器 康复训练机 有这个练肩的 有练背的 那今天我们是要练的是什么部位 今天我们来去练一个宽关节 针对宽关节的这个 康复训练机 对宽关节 为什么要特别锻炼宽关节 宽关节对我们全身的非常重要 因为宽关节 膝关节和怀关节 对于我们蹲起 站立都非常重要 它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宽关节 很多人不灵活以后 会造成我们臀中肌无力 臀中肌无力以后 会造成我们腰肌的脑水 以及我们的骨盆的前军等等 其实我发现 我好像锻炼当中 也很少去专门练这个宽关节 对对很少人会 这个机器 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练一下了 一起来见识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锻炼的器械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会 它很像一个脚踏车 是就这样子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这个膝关节不动 这专门练宽关节 这里动 这个地方不能动 对这个是锁死 对对用这带动 对对你看看有没有 这里有鼓鼓大胆子在动 如果是这样就是错的 对对对 就这就是锁死 这膝关节锁死 好对 那我同样的给你调一下 使用器械训练 也要注意使用正确的训练方式 可不能乱来哦 赶紧给舒华设置好 让他训练起来吧 嗯 好了 关系了 嗯对 我再走了 对 非常好 就控制 锁死 膝关节锁死 对 这里锁死 嗯 OK 用这宽关节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宽关节 这个宽关节动不了 造成了我们的宽关节的鼓鼓外旋 特别女童子 她变成了甲胯宽 宽部越来越大 而这个时候就要去训练 这宽关节的微动关节 让他去得到有效的训练 而我们很多时候 有这样提起来训练 提起来训练 而这个是有效的 因为特别在康复训练里面 我们宽关节不灵活的话 容易摔跤 或者容易绊脚 所以老年人也好 做其他康复练习都非常重要 还有我们运动功能差 要提升宽关节的力量 同时在提升宽关节力量的时候 他的沉冲肌也得到有效的改善 这台设备看上去不错 它通过杠杠原理 让髋关节微动 达到训练的效果 感觉特别适合老年人 运动起来的运动量也不大 同时又能练到髋关节 增强了稳定性 不容易摔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成绩 哇 我们的这个实际值和一胡子都是89度已经不错了 而且你每次的实际值一射的实际值都会大一点 好 时间也够了 来看一下我们真正的其他的数据 哇 这次活动的准确速度达成了74% 嗯 准确力57次做了45次是对的 有12次是错的 嗯 准确力达到78% 它的消耗的能量是36瓦特和16瓦特 平均的耗冷 每一次的耗冷16瓦特 3.4 总共耗冷6瓦特 它的起始速度是103度 100 角度为103 这些数据都可以反映 你的所有的角速度 起始速度会不会到时候随着一定时间锻炼会不会变大 它的宽关节灵活性会不会变大 以及这个准确力 其实你的核心控制能力 记住宽关节对肌肉的控制能力是否提高 这就是看这个数据 就根据一次次的数据对比来看 对对对对 同样是跟数据对比的提高 我们的运动 其实我觉得我的很多数据都是可以比这个更高的 因为是第一次练这个器 所以我觉得很多工作就是 没适应 对对对 没适应 没适应完以后会高 这里是健康人群 这一亚健康人群或者宽关节有问题的 它相对难度 它对它来说就大 但是我觉得今天用这个器械呢 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锻炼到了一个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一个部位 因为你在家的时候或者在电视房的时候 很难锻炼到这一块 那今天练完之后觉得这块有点胀胀的 所以再练几下的话 明天这边就会很痴犯了 对对对 而且这会提高我们的稳定性 这就练到臀中肌 也来到了宽关节 难得有机会锻炼到这个部位 赶快再练 这是最难得的细小肌肉训练 这叫康姆训练的重要的肌肉 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锻炼 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味道之宝宝腐蚀 今天为我们带来美味的依然是金牌月嫂陈姐 不知道陈姐今天准备的又是什么美味 竟然把萌萌也馋了一把 哇 这是什么呀 这么好看 好香哦 味道也不错 还是热腾腾的 刚出锅的东西 萌萌 你怎么吃上了呀 这是给宝宝吃的呀 啊 这个是给宝宝吃的 我觉得这个开上去好好吃啊 特别像西红柿蛋花汤的样子 这个是给宝宝吃的吗 对呀 这个宝宝健脾开胃的 你没放了些什么东西 西红柿山药 怪不得 还有鸡蛋 这个味道真是不错 能不能交给我怎么做呀 把山药西红柿洗净切丁 放入锅中加水熬煮 然后加入水淀粉勾芡 加入鸡蛋继续熬煮 加少许盐调味 等锅里的美味变成羹状 就可以起锅了 西红柿鸡蛋山药羹 不但味道好 营养丰富 而且口感软滑 易消化 特别适合开始吃腐食的宝宝 一起来看看 萌萌家的鼎丁 会不会喜欢呢 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来 哦你也要烧进去 来对不对 味道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 对不对 我们吃个小山药好不好 今天的腐食看起来很成功 电视机前的家长们 快快试试吧 关于西红柿呢 我有一个第二个汤要推荐给大家 也就是热松汤 特别是改良一页的热松汤 里面放到西蒙斯土豆 牛牛 还有一个羊肉 这个汤啊 羊羊全面 我现在开辈 小宝宝加得开心 也是加得喜欢我们的走 来走开就走得饱了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是要监督 现在里面 上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床垫 仅需1950元 烹然心动 长康纯样红烧酱油 家常菜 用绿泰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长康看浓基金 香味浓浓浓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举手之间厨房 无缘摔风机成造 就是这么健康 广告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面播这个提拔档杆 上个礼拜就晚 我们帮财富尬演出了一场直播 帮你们推广点那个票相机 还有一个抬牛报纸 哎呀 各个老板老宅 是全粉无数 好多粉丝们都对着 开别个喜来 美西里亚 叫个这老财 一道呀 笑起来就行 开别个勇敢 开别个散 天台和刘二人 非常深刻的影响 今天个美食收看 我们今天有一个老财 另外一个店 给一个店是哪里的 就这很棒 今天我们要品的是 菜肚家常饭 国宴三周 现在这次疫情 其实过后 其实说人家 在这个健康卫生方面 我就说比较重视 所以说这次 我就是特意推出 这个国宴周 因为我就是 这是健康养生的 所以说这次 我特意的 就是向这个国宴大厨 向他学的 这个三款这个粥 这三款粥 就是说 可能呢 如我们普通粥 可能是不同 它的所有的选料 可能它是通过了 反复的这个试验 就是说 因为最终 认为这个 所有的原材料 那么适合 就是养生这个概念 因为所有的 在人民大会堂里面 所有的 我认为每道菜 包括一个简单的一个粥 它肯定是用心 是怎么去做的 国宴三粥 分别是 奶黄粥 三黄粥 和牛肉滑蛋粥 而最出名的 就是三黄粥 制作三黄粥 所需要的原材料有 珍珍珠米 珠里脊 杏仁 香葱 皮蛋 咸鸭蛋 胡萝卜 胡椒粉 白糖 香油 花生油 及盐 首先 在砂锅 在砂锅里 放入纯净水 再将用花生油 浸泡了45分钟的 珍珠米 放入锅中 加入杏仁 开火 开始熬粥 差不多40分钟之后 开盖 粥的香味 已经完全出来了 放入锅中 搅拌一会儿之后 放入切好的皮蛋 咸鸭蛋 再放入里脊肉 喝一点萝卜丁 撒上盐和葱花 蛋黄粥就大功告成了 刚刚转眼睛呢 现在这个国宴三粥 已经是摆到我们眼前了 没错 首先我们看奶黄粥 三黄粥 牛肉滑蛋粥 对 这个真的是国宴标准的粥 什么叫做国宴标准呢 就是从这个原料到这个食材的配比 制作全部都是按照国宴标准 是的 而且我们的菜总呢 也是跟着我们国宴的师傅 手把手学会的 所以大家听到没有 就是想要尝尝国宴的标准 就为了这一点 咱们是不是也得到店里面来尝一尝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赶紧开始好吗 吃过粥咱们就是吃过国宴的人了 我们先尝尝这个三黄粥 那我来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是什么粥 牛肉滑蛋 随便一勺里面都是大牛肉 我先来说一下这个三黄粥 它跟我们平时喝的这个皮蛋瘦肉粥 确实有一丝丝相似 但是呢 它的口感是 就是浓稠度恰到好处 然后喝进去的时候呢 我感觉有一股就是很清新的味道 这应该就是刚刚蔡总告诉我们 它放入了那个杏仁的作用 而且我刚才喝了一口了 这个里面的杏仁完全是 还是脆的 就是它都没有被这个煮烂 这个呢是我刚才问了那个蔡总 他说这就是国宴师 根据这个口感 一次一次反复实验 然后找到了最好的口感 所以就是选用这个杏仁 你的那碗怎么样 我跟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挑这一碗吗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偷偷地闻了这三碗 什么 然后我觉得这碗粥的香味是最浓郁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香菇的原部 你闻一下 哦 是的 其实我闻的就流口水 是的 是的 然后我刚才尝了一下 就是你已经吃不出那种很明显的淡了 感觉整个滑蛋是确实滑在这个粥里面 增加它的这个粘稠度 还有那种滑感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米里面有那个香味 有那个油香味 对 它的米全部都是用珍珠米 而且是用油浸泡了45分钟的 所以非常棒 我们再来尝尝这个奶黄粥的味道 有感受到一点点果宴标准的不一样 这真的跟我们平时在家喝的粥不一样 对 虽然说都是粥 但是这个粥整个制作非常的精细 这个粥其实就是在粥里面加入了牛奶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平时没有喝过的一种口感吧 其实我们在家自己也可以有这种尝试 就是让这个粥很有奶香味 增加了这个白粥的甜度 今天品尝了三款活宴粥 感觉真的是不虚此行 对 而且最没想到的是在咱们南昌尤其是像菜股家常饭 这样的一个品价定位的餐厅里面 居然可以吃到这种国宴级别的菜 而且特别特别的用心 制作也非常的精良 是的呢 如果你是一家三口来吃饭 比如说你可以点一份粥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呢 还可以再点上他们这的招牌的主食大肉包和这个红糖馒头 这样想一下的话 我觉得你像下班回到家里面来不及做饭对不对 到咱们店里面来吃 来一份粥 来几个包子 正好符合咱们的这个菜股家常饭的口号 家常饭 对对对 而且呢既健康又养生 在菜股家常饭 除了新推出的国宴三周 家常菜也深受豪评 春暖花开 带上好吃的味 去菜股家常饭 吃一顿既健康又美味的家常饭吧 台股的菜都是烂状味道 符合我们的客气味 而且呢 找起我们店里几个 都是老家 我非得了该多 所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特别稳定 麻烦其我个朋友 有机会 大家上一上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粒 有内涵的小药丸 书筋建腰丸 书筋建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 治疗腰椎骨科痛症的精髓 尊药专制 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糖痛 对症 书筋建腰丸 陈礼记四百年 专业生产 腰椎骨科痛症 专用药 要知道 跪砖砖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好做到更好 书筋建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 治疗腰椎骨科痛症的精髓 专药专制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症 书筋建腰丸 陈礼记四百年 专业生产 腰椎骨科痛症专用药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家有秘密集 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小零食 葱香苏打小饼干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 一些小香葱 两颗鸡蛋 适量的酵母粉和苏打粉 还有一些面粉 首先我们把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小段 然后给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放入适量的小苏打和酵母粉 然后用筷子搅匀 接着把切好的小葱 放入碗中搅匀 再放入适量的盐 食用油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适量的面粉 把它搅拌成絮状 然后揉成面团 记得做面食的时候 如果想要口感更有嚼劲的话 就要多次揉面 现在我们把揉好的面团 放入大碗中 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发至两倍大 醒发后的面 可以用手指试一下蓬松度 像这样的松软度就可以了 我们再次揉面 揉至面团手干紧之后 再用擀面杖擀成薄片 排气 为了让饼干吃起来更脆 我们可以将面擀得更薄一些 我们把擀好的面整理一下 然后用刀均匀地切成小长条 接着我们用叉子 在每个小长条上面 均匀地扎一些气孔出来 然后用保鲜膜把它盖住 醒发20分钟 接着我们把煎饼锅拿出来 调制到薄饼模式 然后把切好的小长条 摆放到煎锅中 让它两边烤至金黄 就可以了 记得烤的时候 两边翻一下 怎么样 酥脆可口的葱香苏打饼干就做好了 观众朋友 你们学会了吗 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由 跟大家再见 今天国内新闻营养 我们两本准点 中间的地保冻嘎 如果下次举手之间 猪胖不烟 摔风气成灶 就是这么健康 本地保冻嘎 就是我们开心 苗栗老四干 我们再见 拜拜 哇好 这些都是龙大厨给我推荐的 咱们家的特色菜是吧 已经全部都上桌了 哇从摆盘上就特别的吸引人呢 我先要吃这个最大号的 这个是啥呀 千岛湖的有机小鱼头 刚才你给我们推荐的第一个菜 第一个菜 推荐这个菜 来 我打开给你看看 谢谢 我看得上去好有分量 哇 这个鱼好大呀